这支卫队 可是你在花园城 唯一的底牌了 你把这给我了 万一 万一我不值得呢 你当然值得 还在担心苏木的事 怪我 昨天与他沙管相会后 没将他送回教坊寺 我有点害怕 你怕什么 我 永勤突发意外 忽明不醒 苏子英意图害我 却如今下落不明 路鹏好端端地走在路上 却被人抹了脖子 人气就更不用说了 花园城最近不太平 护城均又在楚楚手上 你总不能十二个师孙 都陪着我吧 那万一你不在 谁保护我 别胡思乱想 苏木的事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你从玄武城过来 是不是有一只暗影 你是用他们来传递 查探消息的吗 白吉 你这么防着我做什么 我又没向我们家少军索要这支卫队 也不是不给你 只不过是 只不过是现在 我是没有武功傍身 要不然我也不怕这些强盗匪徒 他们要是敢过来 竖着过来 我让他们横着过去 只可惜 当时的一杯毒酒 化去了我苦练十几年的功夫 少君 这恐怕不妥 这是你 这是能调动我护卫的唯一性物 他们会誓死保护令牌的主人 现在 交给你了 这你给我了 这你给我了 要你就给我了 这支卫队可是你在欢迎成 唯一的底牌了 你把这给我了 万一 万一我不值得呢 你当然值得 只是我将身家性命 都给你了 还听不到一句夫君 夫君 你叫我什么 好了 我们还是 快去找苏木吧 我还是挺担心他 我还会不得了 只要我让韩说在故事里彻底消失 我才能保住他的命 我才能保住他的命 我还会说